有胸部有身材的感覺 那再去做 快找一下 我覺得他現在是先從一些 比較有個性的部分 對 有沒有看到這個現在很 看到這個有鼻環的這個 這個包包 這什麼現在都很流行 像這種的我就覺得 目前好像是比較像他的個性 可以駕馭的 對 這是我真的 我平常會看的 是不是 可是老師我穿這個會不會看的 腿很短 哪一個 你為什麼要把它穿進去 好像穿女鞋 之前我看這樣子穿法 就是會把褲子放到鞋子裡面去 就只有琴琴大哥 算了還個女 不是 很順的就把它穿進去 妳是想要當女打仔的意思嗎 摺一下 摺一下比較好看 對 這可以穿嗎 好 沒關係了 新年那個寬寬的 寬寬的 寬寬的 對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看 好 我們再來試一下這一雙 對 這一雙是裡面有帶一些 有毛的地方 然後看起來也不會過於成熟 而且對他的 我覺得對他的年紀也不會太大負擔 你看是不是也比較好一點 好看 很好穿 對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而且也有高度 對 也有高度 而且看起來也年輕 對 然後再來試另外一雙這個 這是也是現在很紅的 看他竹節的這個部分就知道了 在這一季他有很多的 像那種 就是那個煉金師會玩的一些 昆蟲的這些什麼 什麼蝴蝶 蜜蜂類的這些 我們來試試看這一雙 那這種少女 他不能穿像我們這種 有毛 有珠寶的這種 他穿不起來 對 你就覺得說 也是 有這種意思 這樣比喻我們就懂了 對 他有一天 當然有一天一定會變成 會 小姐 一定會 你看像這樣 是不是就比較符合 很有個性 對 符合年齡的部分 對 你如果想說要 要長大人一點 你要從這裡這個入門 這又有一點女人味 女孩 但是又有個性 低根一點 對 又有一點復古的元素 又復古的元素 好啦 如果說你要毛 我也可以給你毛 毛來 這雙毛毛的也是 好可愛 對 這雙毛毛的部分 這個 這個如果沒有上面這些字的話 留真是可以的 對不對 對 很怪 這就是因為上面有一些 潮流的字 那留真就不是屬於這種 血液的 對 我沒有那麼吵 對 你就想說 你叫他穿嘻哈一定不是 對 沒辦法 這你就覺得又 也適合他的年紀 跟他喜歡穿的球鞋 然後再來這裡 今年好流行 珠寶跟羽毛 對 而且都在球鞋的 腳上這一雙也是 今年他們的秋冬 2017年秋冬的元素 就是把羽毛跟珠寶結合在一起 好漂亮 因為他台灣 這個品牌台灣沒有進 我是在香港買的 這雙也很好看 超美 對 超美 這雙好漂亮 如果你想要有魚霜 比較女人味一點的話 你就不妨挑戰一些 很潮流的顏色 螢光的顏色 但是它是蕾絲 然後裡面有花紋 你看這就女人味 對 可是它選擇的顏色就是 就我講的就比較潮流 比較反骨 比較有一點同趣在裡面 對 比較同趣比較反骨 這個它穿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女人味 可能還是在這些反骨 同趣裡面去找 對不對 好漂亮 對啦 你要女人味要這種 對 像這種 對啦 剛去買那個第一雙 你右腿那個真的不對 真的喔 我想說黑色好搭耶 沒有 這樣才對 是 這就是我推薦給你的鞋子 謝謝 好耶